但是话说回来了 这里边有你的照片 穿着各种造型的服装 说明你来恒店送外卖 你是有自己的梦想的 我一直有一个梦想 就是我想当演员 然后从老家来到了恒店 我以为恒店剧组很多 演戏很好演 就是天天都会有戏呢 结果到恒店感觉 不是那么回事 我待了七天了 一场戏都没拍过 然后我就去找群头 我说姐我求求你了 你让我拍场戏吧 我不要钱 你给我喝饭就行 然后他们也没回答我 然后我就找了 好几个群头和剧组 终于有一天 一个剧组跟我说 需要一个群演 让我演个士兵 我就演了我人生的第一次戏 你想象这场戏里面 你会怎么样呢 就是上电视啊 就镜头全拍舞 然后实际上呢 实际上就是群头喊跑 我们就一大堆人就跟着跑 谁知道说停 我们就停 先看着盔甲十多斤 感觉很帅气 但时间长了以后 我们是下午的四点 一直拍到了第二天 找到六点 就是肩很疼很疼的 我们还一直跑 一直停 一直跑一直停 然后我连到最后摄像机 在哪儿我都不知道 所以最后这个戏播的时候 你看了吗 没看见我反正 你看了是吧 但是没看见你 会不会很失落 也算忙活一晚上啊 对吧 也不算失乐 因为 收获了经验 其实是很正常的 我们群演都是没有镜头的 后来我问了很多的群演朋友 因为真正的镜头 是给一些前景 他是长得帅 个还高的人 像我们就是长得一般的 就是个还矮的 就肯定是没有镜头的 你的意思就是 群演也分等级是吗 对 分等级的 长得高一点的 帅一点的群演 可能在前面会有一些镜头会拍到 对对对 然后你们就淹没在后面了 我们就在后面走 然后 但你会甘心吗 我学会了抢镜头 啊 抢镜头 抢镜头 对 那导演是不喜欢那个添乱的人吧 第一次就被骂了 你第一次是怎么抢镜头 第一次 我好不容易知道镜头在哪儿了 我就在镜头那儿 就是晃悠 然后突然听一声 那个群演 你给我从镜头里消失 你把码头挡住了 然后把码给挡住了 然后第一次就抢镜头失败 然后回家我就琢磨 第二次该怎么抢 第二次呢 好像是也是演一个老百姓 然后 正常百姓我们走的话 是直着走 但是镜头一定会对着主演 不可能对着群演 那我就想 那这主演刚出来的时候 我横着走过去 只要有主演那个脸 肯定我的脸就在他前面 假如说我是主演 我往前走 你往前走 我这边先感觉买东西 我看你快出来了 这回你挡的可不是马了 把主演都给挡住了 这可以吗 拨了 挑战成功了 有片段吗 这也是我 但是焦点没在你的脸上 这个哪个是你 这个 后面那长头 长头 这个吗 对 这一看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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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像镜头走过来的 对 所以当群演啊 拍来拍去 也积累了自己的经验了 对吧 对